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 这里是时时刻刻给您好味道 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这个冬至从古至今的人们就特别重视它 而且南方和北方在冬至这一天 过节的习俗也都不尽相同 在北方是一定要吃饺子的 小的时候大嘴有听过一句话 说如果冬至这一天不吃饺子 可能这耳朵就要被冻下来 这虽说是一个传说 不过去的时时现在成为一种习俗 接下来我们请出这位大姐 教我们做冬至这一天的饺子 她算是饺子很适合过节的时候吃 怎么讲呢 因为她是惨子 在我们北方有个习俗 就是冬至饺子下支面 什么话说 冬至不端饺子吧 冻掉耳朵没人管 所以说家家户是爱包饺子 但是我的包饺子方法和大家不太一样 我今天把我的方法介绍给大家 我今天用这个洗净的胡萝卜 炸一个汁 用那个菠菜做一个菜汁 方法很简单 我外孙在我这的时候 我经常给他做菜泥饺子 还有那个菜泥面 这个汁这水一定要少 要把它打成这个菜泥状 可以了 这就打成这个成分就可以了 因为和的面里有一点点菜泥的感觉 这样吃的饺子更好吃 现在我就开始打锅菜汁 打成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现在我把两个菜汁 不同颜色菜汁都已经打好 我现在给大家操作一下 我和面的药领 这面粉 普通面粉就行 水饺面粉更好 这种面粉合起来的时候 比方说我先和胡萝卜肉肉面 把这个菜汁倒进去 你看我现在打的菜汁是泥状的 菜泥 所以我把它叫菜泥 这个面呢 因为它加了菜泥了 所以它比较没有劲 所以说必须得加半个蛋黄 因为根据我这点量是加半个蛋黄 如果面多了可以多加 鸡蛋多点少点无所谓 现在这个面要放一点咸盐 增加它的韧度 包饺子它有劲 少来一点盐 因为是菜泥饺子 所以它比较没劲 现在我就用这个菜泥 直接把它和成面 面团已经和好了 必须用保鲜膜 为了面皮不把它干了 必须用保鲜膜把它照上 让它醒个20分钟以上 我现在呢 再用同样的方法呢 把我的菠菜汁面 和出来 这个菠菜呢 大家更都知道了 多吃菠菜好处更多 这点面放半个蛋黄就可以了 这个菠菜汁啊 和出了面 煮出面颜色非常严密 而且尤其小孩 不爱吃饭的小孩 一看到这个鲜艳的颜色 它就会很动心思 很吃饭 这种面呢 比方说这一次活出来 用不完的话呢 还有将为大家一个小窍门 就是把这个面粉呢 和成团 和光好的团呢 分成小团一小团的 然后用这种保鲜膜 一团团装起来 放在冰箱里 冷冻起来 如果你下次再用的时候 提前一个晚上 把它放在冷藏室里 就可以直接包饺子 或者擀面条 非常方便 和菜面团呢 也和光照了 也和好了 同样呢 也用这个保鲜膜把它倒起来 这样醒发到20分钟 下面呢 趁它醒发过程呢 我就开始做这馅了 把那饺子下饭去 现在呢 我先讲讲 我和肉馅的过程 这个和馅呢 在我做法 是必须先和肉馅 让那肉馅呢 充分的浆一会儿 这是油啊 一定要等它加热 已经放凉了 凉凉的 再开始拌馅 这是我们家的一种方法 大家可以采纳一下 然后呢 把那个姜末加进去 姜末和葱锅 大葱呢 要多放 这样更提味不是 用一个宽口的 铁锅拌馅是最好不过的 你如果拌不开啊 那馅也不好吃 所以说呢 这肉馅呢 顺着一个方向 充分的搅拌 我拌馅呢 我不加水 我呢 一般要用那个菜汁里边 那个菜汁 让它这个馅 不大软化的作用 现在呢 就可以放酱油了 就用普通的黄豆酱油 酱油呢 一点点加了它 加了自己颜色满一杯子 这个拌馅呢 香油不可少 香油还要多放 香油起到一个吃香的作用 香油多吃了也有好处 放一点白胡椒粉 白胡椒粉呢 加起来 吃的感觉味得更软 我呢 不放 我们家做饭呢 很少放鸡精 也不放味精 所以呢 我经常用这个蚝油 提提鲜味就行了 然后这个 都放完以后呢 就可以放盐了 盐的量呢 要根据自己家的菜量的多少来放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 这些菜呢 我一般做饭呢 都是用手心来放盐量 像我们家做的这三人饺子嘛 我都是在手心里放盐量 这么携盐量 就有两小勺 两小勺就足够了 就可以了 为什么肉馅一定要先拌好呢 这肉馅呢 姜一会儿 让它充分的入肉味 再放菜 这样吃出来饺子口感非常好 这剩下的时间就充分的搅拌 把它搅匀搅拌 姜入下的时候呢 我把我的菜处理一下 我这是呢 买的那个搅菜鸡 就是非常简单 这个也很好拿到 20多块钱 而且用起来非常好用 像这白菜呢 就随便切几道 把这白菜切几道 如果不用这个的话 我现在做起来了 非建的哪种是菜叶 这样呢 比较省事儿 而且搅拌这个菜啊 特别均匀 这个香菇呢 我是洗净以后 用那个开水 煮了一遍 然后煮开锅 煮的时候放了点盐 煮完以后呢 再充分的洗 我发现香菇里面有泥沙 好像是 这香菇呢 和菜一块儿搅就可以 可以 然后就这样子 盖上盖子 这样搅出来菜的不飞溅 而且也利索盖 搅不了底刀呢 看就搅上菜味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一层一层的 把它搅出来 就行了 现在呢 香菇和白菜呢 都让我搅上菜味 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把这些菜里 加一点盐 加盐的功效呢 稍微沙一点水 沾它水 如果不沙水的话 包住菜太软 水分太多 不容易冲洗了 放盐以后 用手把它搅拌一下 稍微攥一点水分 也不要攥得太干了 沙菇水的那个菜呢 装到这种沙漏的 如果家里没有这种沙漏 当然可以用那个 普通的棉布 往往过 就是沙布也可以 主要起 起到一个沙水座 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菜呢 攥一下 不用攥太干 带着水呢 吃起来 更有那个菜香气 而且菜汁呢 也非常有营养 只不过是白菜呢 水分含量太大了 现在呢 就可以和这个肉馅呢 充分的把它搅拌匀 因为我们的肉馅也僵制了一阵 一阵时间了 这样那个肉煮出饺子来更香 现在面也饧好了 馅我也活好了 现在我就开始包制 这个先包一点绿的 再包点红的 我今天做的这个双色菜米饺子 营养非常丰富 把这个切成小剂子 现在切面看一看 绿绿的菜米 切好小剂子以后 就跟土葱包饺子一样 擀成圆片 这一块 饺子面呢 要平 要活的软 比那个擀面条 活的软的多 咱们常说 就是软面饺子 硬面面 对不对 包的时候 馅儿要放大一些 我们家包饺子 通常都是薄皮大馅儿 这样子一捏就行了 这一个饺子就出来了 再包个红的 红色胡萝卜泥饺子 因为我那个菜米 打得比较粗 所以在吃饺子的时候 你可以嚼到菜肉的感觉 那种感觉非常美妙 是不是很漂亮呢 现在我们饺子包完了 你看 是不是非常漂亮 就让彩色 双色菜米饺子包完了 你看 割开了 我们就可以下锅煮了 下饺子的锅 一定要水 一定要开得猛一些 这样煮出饺子 它不粘连 下饺子 煮饺子 这个锅 要放一点点盐 放盐的作用 是让饺子煮出来 不粘连 少放点盐 然后把它搅好以后 盖上锅盖 锅开了以后 再开始点凉水 我们饺子 已经打了三锅水了 现在就开始出锅了 开始捞出来了 捞出来前 我们也要打点水 现在开始捞饺子了 看看我们的特色饺子 漂亮不漂亮 颜色已经很鲜艳了 对 来一个双色饺子 里面是红的 上面是绿的 这饺子很漂亮吧 我吃饺子习惯了蘸点醋 更能提味儿 口味非常好